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钟艺 时钟的钟 飘逸的艺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四款独立游戏开发的工具 如果你对游戏设计有兴趣 或者是不确定哪款工具比较适合你 那么透过本集的介绍 或许可以提供你一些有用的参考资讯 那么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这些年 《独立游戏开发》这个名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 但是在2009年《愤怒鸟》上线销售后 才让许多怀抱着游戏梦的人 开始意识到这些游戏创作真的可以赚到现金 纷纷持续工作 投入《独立游戏开发》的这个领域 好 事实上也没有这么多人持续工作 不过当时开发手机APP主要是透过两种方式 一个是编写原生程式码 坊间书局可以看到大量的Optures 来开发iOS的APP或者是Android程式设计的书 就好像雨后春暑一般上架 常年霸占的资讯工程排行千几名 可见其热门程度 另外一种开发游戏的方式呢 则是透过整合开发工具来进行 所谓的整合开发工具 多半是透过使用者界面 支援所见及所得的方式进行开发 开发者通常不用编写过多的程式码 各家官网上面都宣传 他的文献都是说无需编程来作为号召 又使开发者使用该工具进行游戏设计 但是对于无需编程这个文学嘛 我个人也就是呵呵以对 听听也就好了 你多少还是要会一些基本的逻辑 这样才能建构出一款可以玩的游戏 对于独立游戏开发者而言 直接编写匀生程式 虽然执行效能比较佳 但却会耗费许多的时间 而且游戏成果也不见得就好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使用 整合开发工具来进行游戏设计 打比方你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想要实作 那你就可以透过整个工具 来快速的建构这款游戏 来验证这个想法是否真的有趣 又或者是真的有上机 整个POC的开发 或许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达成 省得你要直接写原生的程式 花一两个礼拜 还不见得可以看得到结果 来得更有意义 讲了这么多 本集的重点就是先介绍 4款常见的整合开发工具 说明个别工具的优缺点 以及适用的情境 来节省你挑选工具所需的时间 希望这集的内容 会对你有所帮助 第一款 Construct 3 C3是一款透过使用者界面 开发2D网页游戏的整合工具 内容简易 但是却充足的不理原则 适合开发者快速建构动作类型的游戏 好比说玛丽欧、洛克人来作为案例 有程式基础的初学者 大概只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 就可以复刻一款类似的游戏 这套工具当然也可以制作出 飞机弹幕游戏 魂斗罗、魔法气泡、奥德斯方块 卡牌记忆、英文教学等等相关的游戏 如果硬是要达成 恋爱对话类型的游戏 或者是RBG或者是ARPG的游戏 当然也没有问题 不过就像很多Photoshop的使用者一样 他们也说可以透过该软体做到Painter Illustrate一样的效果 只是我相信不同的软体 针对不同领域都有较为适合的情境 C3以我个人的建议是拿来开发动作类型的游戏是比较适合的 是否选择C3的重点就在于说你想要输出到什么平台 以C3来说最适合输出的平台就是网页 或者换言之就是HTML5的专案 另外作业系统类型的话 则是建议像是PC,Mac,Linux C3主要针对HTML以及Java Scrapper的高度支援 很轻易的就可以达成你跟网页伺服器或资料库的间接 无论你是想要自行架设,游戏的网站 或者是支援Facebook的小游戏都是不错的选择 至于手机平台呢? 好比说iOS或安卓呢? 官方网站是宣传说他们有支援iOS以及Android 但是理想很饱满,现实却是很骨感 由于C3输出的专案其实就是一个HTML5加Java Scrapper的网站 所以输出到手机环境上 其实就是透过口头把包装一个网站伺服器到你的APP中 透过更新HTML5的Canvas去达成 所以在运行的时候真的不用对于效能有太高的期待 C3有别于C2的整合环境是透过网页浏览器来开启整合工具 真的很适合在跨设备间进行游戏开发 除了C2既有那友善的图形化使用的界面外 C3还针对了动画处理、效能调校、分层处理、Drama Scrapper 等等进行了相关的征修 大幅增加了工具的可用性 是一款不得不推的好工具 如果说你对C3更新的内容有兴趣 建议可以先去观看我先前发表过的影片 获得更多的资讯 整体来说呢 上手程度我给5分 快速验证3.5分 团体开发3分 输出支援3.5分 游戏执行效能3.5分 授权费用则是每年3000元新台币 第二款 Gameshara Gameshara游戏沙拉 看它的logo就知道是把一堆 游戏创意的俄罗斯方块丢进一个沙拉盆 然后游戏就可以做出来了 吧 它一样是一款透过使用者界面 来开发2D游戏的整个工具 内容简易 而且它的物理原则很充足 适合开发者快速建立动作类型的游戏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这句话 跟C3前面介绍的一模一样 那就对了 因为这两个工具还真的是九成相似 那我还要接着说 好比说像玛利欧洛克人这样的案例的话 有程式基础的初学者 大概只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 就可以复刻一款一模一样的游戏 再一次 这个工具比较适合创造动作类型的游戏 那你就好奇啦 这两个工具具体来说 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主要还是差别在输出的平台 这套工具主要输出在行动装置上 也就是好比说像iOS 安卓或是Amazon的Kindle 另外也可以输出到MacOS上 而且它编译完成的APP 是真枪实弹的APP 所以在行动装置的运行时 执行效能是相较于C3就好了非常多 如果你的口袋名单只有C3以及Gensala 那你只要问你自己说 你最后想要输出到哪个平台 如果说你是要网页 是电脑可以跨平台 那就选择C3吧 如果你是要行动装置 好比说iPhone 或是Android Base的手机平板 那你就选择Gensala吧 至于为什么它可以输出两大阵营的APP呢 其实当你使用Gensala开发完成后 接下来就必须将开发专案上传至它的平台 然后由它的后台排层去产生APP 或者是APK 早期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有时候会有些微的异动 但是却必须等待排层的编译时间 往往都要花到5到10分钟 这点是真的很不方便 另外Gensala可以安装在Windows10以及MacOS上 但是两者的操作界面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差别感 像我这种早期接触MacOS版本的Gensala使用者 就不太适应Windows10的操作界面 当然也没有说不好用 就只是说某个功能会放在某个意想不到的位置 让我很想砸电脑罢了 那经过这几年的严格呢 它也提供了线上的编辑模式 跨平台开发就变成是可以了 所以也是很值得选择的 整体来说上手程度我给5分 快速验证3.5分 团体开发2.5分 输出资源3.5分 游戏执行效能4.5分 授权费用则是每年9000元新台币 第三款GameMaker Studio 2 这款老字号的游戏开发工具 适用于开发2D游戏 从1999年公布的第一个版本后 其后到了2012年才发布了正式版本 该工具有提供免费适用30天的版本 然后依据你所需要输出的平台来进行添购 以下的资讯会有点乱 我这边随口说说你们参考就好 单纯电脑的Windows版本需要年费1150块 MacOS需要年费1150块 注意我上面说的是年费的类型 接下来说明终身授权的类型 Steam上面其实有放卖Desktop版本 则是支援Windows MacOS Ubuntu就是Linux版的终身授权1428块 官方售价则是终身授权2900元 这两个版本应该是可以支援Steam上架的 这是前两款工具没有的 再来就是HTML5的游戏输出 官方授权是4450元 在Steam上面则是卖2088元 UWP版本的话则是官方授权5900 Steam上面则是2888元 Mobile版本的话官方授权5900元 在Steam上则是2888元 但是如果上述Desktop加Web加Mobile的同捆包 在Steam上面卖则是5635元 这里或许可以解读成 输出到Xbox One对于某些游戏开发者来说 是较有价值的 所以YoyoGame也就是他们公司 不愿意降价销售 大致上如果对于终身授权有需求的话 到Steam上面购买都可以有30% 左右的优惠 接着针对家用主机 GMS也可以进行输出 但是都是以年费作为标准 好比说PS4、Xbox One、Switch 个别都是23,900元 如果上述三个主机你都想输出 那你就可以使用最后版 一年它就要求44,900元的授权费 好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想说如果你想要输出到 家用游戏主机或者Steam 而且想购买一套终身授权的整合工具 或许你可以考虑 麻布、请先等等 先让我说完以下内容 你再来做考虑 首先中心授权 常常会变成时代眼泪 这种软体常常会透过改版之后 就不再更新旧版的资源了 好比说C3的新功能 就不会在C2里面出现 凭良心讲 GMS我也是有买GMS1的版本 这是为了编写这个内容 我才意外发现GMS已经更新到2了 这就存在一种风险 好比说输出平台的包装方式有所不同 那么旧版的版本就不会支援这种包装方式 那你就没有办法上架到一些 好比说手机的平台上面 那你用来开发游戏是否真的还有意义 也就说不准了 换个说法就是随着时代的更迭 必须需要进行开发工具的更版 那么中心授权的意义是否很大 这件事你跟我都说不清楚 另外呢 这套软体可以有很高的开发自由度 主要是透过一种语言叫GML 一种高阶的程式脚本语言 让你可以达成很多你想象得到你想要做的功能 但是相对的 对于程式设计的功能 就会要求你的水准要比较高一些 使用者界面以及物体之间的因果关系 不像前两款那么简洁易懂 学习门槛也会比较高 所以购买钱真的是需要考虑一下 整体来说呢 上手程度我给5分 快速验证2分 团体开发3分 输出支援4.5分 游戏执行效能4分 授权费用就非常的混乱 我们就以Steam上面的同棚包 5635 而且是终身授权来看 如果你的输出锁定是Steam 或者是家用游戏机 你是可以考虑这套工具的 但是后果自行负责啊 呵呵 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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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款Unity 在独立游戏开发群中 是一款火爆到不行的软体 它是一款我不得不提的整合工具 该工具除了可以用来开发2D游戏外 它的主力其实是开发3D游戏 换个方式来说 2D游戏开发对它来说 只是附加了一盘小菜 许多预设的物理原则 也可以支援细部调整 客制化一些功能的引入、函事库 以及素材商店的便利性 并且你也可以透过Cshop的脚本程式 来开发你额外所需要的功能 大幅的增加这个工具的可用性 最过分的是 它的收费标准 基本上是对链手的开发者是不用钱的 因为依照它的规定 免费版本 也就是说 你的注册公司资金或者是营业收入 低于10万美元的话 就可以免费使用 这种先拉人入坑 等你真的有赚钱在收费的营运方式 真的是太吸引人了 它吸引了大量的使用者 更别说它的操作界面 也是非常的友善 而且提供了陈设计师的需求 要它不活也难 不过这个工具呢 对于完全没有程式基础的制作人来说 也不算是友善 顶多就是比GameMaker的Studio 再好一些就是了 上手程度 当然就必须打点折扣了 输出平台也是它的另外一个亮点 你可以输出全部的平台 包含家用主机 而且不需要另外购买额外的授权费用 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 它就是要让你的游戏 真的在不同的平台上大量露出 如果真的赚钱 你再来付钱 那也不迟啊 真的是聪明 太聪明了 我对这套工具 说实在真的没有太多负面的评价 如果说上述四款软体 你都没有接触过 而且你有些程式设计 或是玛雅3D设计的背景的话 诚心建议你一路坑 就直接选这套软件 进行独立游戏的开发 整体来说呢 上手程度 我给3.5分 快速验证4.5分 团体开发4分 资源输出 当然就是5分啦 那游戏效能 这边我是给4.5分 授权费 如果你的收入 没有到达300万新台币 的就不用钱 但是如果你有 你就给他吧 对不对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4款 适合独立游戏开发的工具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你不吝啬 按个赞 或者是提供建议留言 告诉我哪些主题 是你比较有感兴趣的 当然我的专长 还是游戏设计 资讯工程相关为主 说真的 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 我就是因为想要制作游戏 才自己跳入资讯工程 这个火盆当中 但是我却落在其中 好啦今天就是这样啦 感谢您的观看 拜拜